各位同学好 今天我们要上营养学的巨量矿物质 好,那我们今天的教学大纲 我们今天的教学大纲是要说明钙的含量和功能 也会介绍一些有关钙的小档案 就是骨质疏松症 并且我今天还会介绍钠的含量和功能 说明鎂的含量和功能 还有钾的含量和功能 那在教学目标呢 我们会达成就是会认识到钙的含量和功能 并且认识了解钠的含量和功能 并且会认识了解鎂的含量和功能 也会认识钾的含量和功能 这是我们今天的教学目标 那在人体内所需要的矿物质 大概有20多种 其中呢 钙 铃 那 甲 铁 磨 磨 磨 鲁 这些呢 在我们人体中含量比较多 需要量比较大 那我们就称为巨量元素 那另外还有体积比较小含量比较少 就是另外还有一些存在体内量比较小的 量比较小的需要量也比较少的 称为微量元素 那这个微量元素呢 像铁啊铜啊蒙点心 孤木佛铝洛喜 那这些我们称为微量元素 好那钙的含量跟它的功能 首先我们要介绍钙是骨骼生长所需要 因为骨骼生长需要有钙跟磷的一个结晶成绩 才能使得骨骼有弹性 坚固有支撑住 可以有支撑性 那钙呢也是牙齿的一个成分 在血液的一个凝固中呢 除了除了需要维生素K之外 还需要有钙这样的一个一个元素 钙的元素能够使得凝血酵素源的活化 以及进行血液的凝固 那钙的含量跟功能里面我们会介绍到 因为末梢神经的感应 还有肌肉收缩 以及血中钙的浓度 都会跟你吃进去的钙的含量有关的 那当钙的浓度太低的时候 就是摄取量不足的时候 肌肉就很容易造成所谓的痙攣现象 心脏会跳动的比较快 血液的浓度太高的时候 然后心脏的收缩会延长 心脖会心跳会减慢 心脖会减慢等等的一个现象 好 那人体里面钙的总量呢 在新生额大概就是25到35公克 成年人呢 是在1200公克 钙能够生成骨骼跟牙齿 细胞内的信息传递 还有人体的酵素活性 还有维持正常的凝血机制 以及细胞机能正常的神经传递 心跳肌肉活动等等 都是需要钙的 那骨骼的一个结构 在成年人有200块 06块的一个骨骼 在婴儿呢 有350块骨骼 那骨骼的类型跟这个骨的蜜 就是致蜜骨 就是这个致蜜骨呢 跟还有一个 还有一种叫做海绵骨 还有另外一种叫骨髓 那会随着年龄跟饮食中的钙含量 有它的会影响到这些钙 这个骨骼的一个密度 也就是钙含量跟这些骨骼的密度呢 有影响的 那钙质的吸收 对于钙质的吸收而言 大部分呢 钙在小肠的前三分之一段的地方被吸收了 那人体钙质吸收作用 仅发生在靠胃部小肠的一段小肠中进行 维生素D3的一个会帮助钙质的吸收 并且能够有促进的作用 而且呢 在这个前三分之一段的这个小肠部位呢 进行 就是说钙的吸收 是在这个小肠的前三分之一段的部位进行 那在吸收的过程中 是需要维生素D3的 那一般钙质的补充 是需要就是有哪些形式呢 我们可以用骨钙 或者是贝壳钙 或是蛋壳钙 牡蛎钙 以及化学合成的钙 还有牛乳的钙 这些都是算钙质的一种补充剂 通常同时会添加一些 维生素D3 也就是协助它的钙的吸收 那钙质 上未沉淀的时候 它的钙的被吸收的能力呢 就会比较快比较好 那完全溶解的钙质呢 吸收率就更高 因为完全溶解的钙质 它的吸收率很高 尤其在小肠的 厚的三分之二段 它呢 如果能够促进钙质的吸收的时候呢 通常是需要完全的溶解的钙质的情况下 才会被吸收的 那大肠呢 全段中因为有着大肠黏膜 对于可溶性的钙质 仍然有良好的吸收作用的 那钙质因为 食物里面含有的直酸啊 或者是磷酸啊 就会造成没有办法被肠管中被吸收了 因为一般食物中的钙质 很容易因为食物中的磷酸盐 或者汽水 可乐 以及中的一些碳酸 以及食物中的直酸分子 或者是磷酸分子等 很容易造成钙的一种不溶性钙盐 这种不溶性的钙质 就无法被肠管中所吸收 加上小肠的碱性环境呢 使得它的 就是它小肠有些碱性的消化液 它会 它主要的目的是用于中和胃酸的作用 更使得钙质沉淀的速度加快 而使得人体容易缺乏钙质 那每天没有被 被这个钙质 每天没有被吸收的钙质呢 就会被排出体外 那钙质大部分呢 是在小肠的前三分之一段的 这个部位呢 就被吸收了 也就是说 钙质比较容易在小肠 前三分之一段的部位被吸收 那每天没有被吸收的这些钙质 大概呢 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量 会被排出去 那生理因素有抑制钙质吸收 比如说缺乏维生素D3 那其中呢 每天三分之一的钙质量 是由尿中排出的 因为生理的因素 会抑制了钙质的吸收 比如说缺乏维生素D3 那另外还有一些 附肾上皮脂荷尔蒙 甲状腺荷尔蒙 还有其他像有糖尿病啊 慢性肾脏障碍啊 还有停筋的妇女 老化 胃酸不足 都使得这个 即使胃酸足够 钙也没有办法在胃中 有效率的溶解 那这样就会影响到 钙的被吸收 那食物中的植酸凝酸 抑制钙的吸收 也最为常见 在食物中呢 有植酸凝酸草酸 以及食物中的纤维质 海藻胶胶胶质类 还有油脂酒精 以及质酸剂 还有其他的眼泪 都会造成抑制钙质吸收的情形 那钙质的需要量 成人平均每日需要量 大概就是600毫克 青春期骨骼发育 需要比较多的这个钙 那所以呢 在男生每天大概就是要900毫克的需要量 女生是700毫克 对孕户而言 大概要有1000毫克 哺乳户大概要有1100毫克的需要量 老年人的需要量 大概是1000到1200毫克 那你这边可以发现了吗 老年人的需要量是比成年人多了一倍 将近一倍左右的需要量 因为他的胃酸比较比较少 还有其他的一个机能 比较降低的情形 就会造成他的需要量会比较多 那有关钙质不足的病症有哪些呢 就是说当人体钙质 长期处在低钙的 低钙摄取的情况下的时候 很容易造成下裂的疾病 就是包括骨质疏松症 容易长骨刺 容易骨折 骨的断裂 甚至于身高会萎缩 缩短的一个老化现象 还有在小孩如果成长 在小孩如果钙质不足 那么他的小孩的成长就会缓慢 胎儿跟婴儿骨骼花育就不良 身高就会不足 软骨症造成婴儿 婴儿或者是婴儿的一个软骨症 那甚至于肌肉会有无力 肌肉无力 僵直神经传导不足不良等现象 那还有这个荷尔蒙分泌会减少 或者是不足 那对于身体的调节机能就会变差 那高血压症的危险 造成高血压症的危险 也就是说 对于食盐感受性比较 感受性呢 就是会造成高血压症 就是食盐摄取多 造成高血压 那钙质呢 它是扮演着 跟钠是一个结抗的一个因子 因此当每天1000毫克的钙质摄取量 就有降低输张压下降的一个研究报告 有这样子说出来哦 就文献上可以找到这样子的一个研究的 那钙质不足的另外一个病症 我们称为低血钙症 会造成低血钙症 那国人的摄取量 在各个年龄层都有严重的不足 那这个呢 是我们 我国对于不同年龄层 去调查研究 它的摄取食物的情形 去计算它的钙的摄取量的时候 发现不管是男性或者是女性 他们呢 在饮食中的摄取量都严重的不足 你看建议量 如果以建议量是1200毫克的话 那么在男性 在13到15岁 才摄取到464毫克 女性呢 是388毫克 都只是在三分之一的量而已 好 就是说 不管是男性女性 它的摄取量 都是一个在国人建议量的三分之一 到一半 到一半的这个摄取量而已 所以呢 也就是说 国人对于钙的摄取 在各个年龄层都有严重的不够的现象 那含钙比较高的食物有哪些呢 我们从这一张含钙食物的从高到低的一个分类 我们可以看出来 如果在奶类来讲 大部分的大部分的奶类像乳酪 大部分的奶类像乳酪 还有鲜奶 乳酪呢 是含钙最高的 那再来就是鲜奶油肉乳 那肉 肉类啊 蛋类啊 这个它呢 是在 新鲜的蛋 蛋黄里面含有比较高的 这个 钙 那肉类呢 它所含的 钙质还没有蛋这么高 水产类像小鱼竿 鱼松 虾米 还有鱼竿等 都是含量比较高的 或者是 磕 干磕的 那 小卷啊 虾仁啊 蛤蜊啊 这些呢 含量呢 还就是在 是算中等的 那在豆制品呢 就是黄豆豆干呢 算是含量比较高的食物 那豆干 其他的豆制品 豆浆呢 就是算中等的 那蔬菜呢 叶菜类含的 钙质比较高 那其他呢 就像瓜类跟竹笋 含的 钙是最少的 所以要小心 竹笋是不能吃太多的 因为他呢 所含的钙是比较少的 那其他呢 像芝麻 是含的钙 是比较高的 葡萄干 纳红枣啦 它是中等含量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要介绍 钠的含量 跟它的功能 钠是盐 好 就是氯化钠 氯化钠就是盐嘛 就是一个很重要成分 钠就是 盐的重要成分之一 钠 那主要的功能 是维持血液的体积 它能够维持细胞渗透压的正常 它的 这个维持细胞渗透压正常功能 必须的一个元素 维持 维持神经冲动的传递中 所所起的一个作用呢 是钠 担任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功能 人体对于钠的需要量 大概就是1100到3300毫克 摄取过高 会导致容易罹患高血压 所以钠要小心地摄取 所以我们不能吃太多的盐 饮食中太少的钠会造成成长的迟缓 这种现象很少的 因为通常水中出现钠的化合物 分别就是像氯化钠 氢化钠等等 那饮食中太少的钠 就会造成成长的迟缓 在儿童期的话 那通常呢 是因为呕吐啊 腹泻啊 而使得钠大量的流失 就很容易造成脱水的现象 过多的钠会引起身体的水肿 跟高血压升高的现象 那饮食中过多的钠会引起水肿 跟血压的升高 容易造成高血压症 那盐呢 是我们在做料理的时候 很重要提味的一个 可以使得食物提味好吃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所以盐是我们不可或缺的 在做料理的时候很重要的 就是餐饮用盐呢 是很重要提味的一个调味品 盐可以能够维持我们身体渗透压的一个生理功能 盐主要的成分包括会有这个氯化钠 那它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细胞渗透压 除了氯化钠之外 氯跟钠之外 还有少部分的钾离子 那这些电解质主要关系着细胞内外的一个体液渗透压的平衡 钾通常是在细胞内液 钾就在细胞外液含量比较多 它们两者之间彼此互相是当作维持体液的一个重要离子 也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在细胞膜就会执行着流钠排钾 或者是流钾排钾的这样的一个channel 就是说在细胞膜内在做解释的时候呢 细胞它要做要离子呢 互相做交换的时候呢 就是有所谓的流钠排钾啦 或者是流钾排钾这样子的一个管道 在细胞膜上面有进行这样的一个调 就是一种调节作用 细胞内的一个甲离子 通常呢细胞内液的甲离子增加 就会跑到细胞外液去 也就是说钠离子排出体外以后 钠离子是排出体外 那反之钠离子增加了 那么细胞内液的甲离子 就相对的会减少 所以呢 钠离子在人体内 主要就是控制着水分的滞留有关 因为呢 钠离子含量很多的时候 同时它会抓住水分在我们身体里面 所以呢就会造成水肿的现象 那钠离子它摄取过多的时候 就很容易造成血压的升高 怎么回事呢 就是因为钠离子摄取过多的时候 就会使得过多的水分滞留在体内 那水分滞留在体内造成浮肿 水肿血液量上升 血压就会升高 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钠离子太多也会造成钾的流失 而引起钾的不足 所以钠的这个缺乏 对于钠的缺乏而言 虽然会造成体液 以及电解质的不平衡 会影响到细胞的正常生理运作 甚至于造成所谓的高血甲症 但是对于饮食无缺的现代人来讲 很少会有 很少会有所谓的钠的缺乏的情形的 高盐的食物通常还会增加胃癌发生的率 发生率 因为呢 现代人过度的重视食物的色香味 常常导致盐分的摄取过多 尤其是在食物烹调的时候 添加了所谓的酱油啊 沙茶酱啊 番茄酱啊 甜面酱 这些调味酱汁的时候 虽然可以增加食物的色香味 以及刺激 刺激我们人体的食欲之外 恐怕也会导致人们产生高血压 心脏病 甚至于会引发中风的危险因子 所以小心不要吃得太咸 口味太重 高盐的食物还会增加胃癌的发生率 因为高盐的食物呢 会使得胃癌发生率增加 这是文献上写得很清楚的 而且还会损害了这个肾脏 会促使骨质里面 盖质的流失 增加骨质疏 疏松症的一个发生率 同时就是 因为骨盖流入了血液之后 会造成这个尿盖的增加 钙在尿路里面堆积的结果 就容易产生所谓的尿路结石 这个就是常见的结石现象 就是这样产生的 所以不要吃得太咸 低钠盐是将钠离子减半 而以钾离子来替代的 那一般为了应付这个口味重的人们 因此长期对这个味蕾的刺激关系 使得在料理的时候 如果改用葱姜蒜九层塔 这样的香料来提味 那么炒菜的时候 就可以改用低钠盐 同时也可以降低这个用盐的 用盐的情形 也就是我们做 做餐的时候 可以利用葱姜蒜九层塔 这些香料来提味 那除此之外 我们炒菜的时候 也可以使用低钠盐 那因为低钠盐 主要是将盐分内的这个钠离子减半 而使得钾离子来替代 那口味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可以增加钾 然后又可以有降血压的效果 可以保护血管壁的功能 减少中风跟心脏病的一个危险 有这种好处 但是要小心的 就是说大部分肾脏功能不佳 或者是患有尿毒症 这个高的血甲 这个高钾的含量 会堆积在患者的体内 没有办法 顺利的排出 就很容易造成所谓的高血甲症 以及心率不整 心衰竭的一个危险性 所以同时也要小心使用这种低钾盐的情形 因为对于肾脏功能的人 不肾脏功能不良的人呢 是不能 不管是低 就是低钾盐啊 或者一般的盐都不能使用的 都不能使用的太多的 好 那我们要另外介绍 大部分的水果都是属于高钾低钾的一个食品 所以呢 应该要 一般人呢 应该要多吃水果 大部分的水果都是属于高钾低钾的食品 比如说香蕉 葡萄 葡萄干 橘子 苹果 杨桃 巴勒 以及枣汁 这些含有钾离子的食物呢 可以达到控制血压的保健效果 那另外我们还要强调的就是说 在市场上买东西 买食物食品的时候呢 要看清楚调味料的标示 注意钠的含量 因为通常购买调味料的时候 像味精 番茄酱 蒜盐 或者是沙茶酱 蚝油 味噌 以及芥末酱 豆瓣酱 甜面酱 豆豉 还有虾油的时候 必须要看清楚 罐子外面的标示 并且要注意钠的含量 避免吃这些酱菜啊 酱类啊 以及咸鱼 腌制的食物 或者是像腌肉 咸鱼 腊肉 还有罐头 这些食物 那含量较高的蔬菜呢 就说含那量较高的蔬菜 有像紫菜啊 海带啊 胡萝卜啊 豆类啊 它们都不能大量的食用 要小心 应该要避免在外用餐 因为在外用餐呢 很容易吃了很多的调味品 还有钠含量会太高的食物 会通常就会不知不觉 吃的太多的钠 像牛奶啊 奶制品啊 面包 烘焙制品 还有加工过的肉制品 罐头蔬菜 番茄汁 还有一些素食品 这些呢 钠含量都是比较高的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铁 那我们要了解铁的含量 跟它的功能 铁的主要功能 就是铁是参与蛋白质 跟能量代谢的一种 各种酵素的一个活动 是维持 是维持骨骼 中枢神经 心脏机能所必须的一个元素 每含量丰富的食品 像马铃薯 全麦产品 以及豆类 坚果 肉类 还有蛋 鱼 虾 巧克力 以及其他各种蔬菜类 所含的铁 都是算比较多的 植物中 原始铁的含量 可能呢 会经 经 经由这个食品加工 而流失了80%的铁 那一般呢 食物呢 如果是含脂肪 高蛋白的食品 也会影响到铁的吸收 因为脂肪 高蛋白 还有含酒精 含有磷酸盐的食品 或者是饮料 会影响到铁的吸收 尤其是蛋白质含量 特别丰富的食饮食 会影响到铁的吸收 跟排放 所以最终呢 就会造成对铁的需求 会增加 钙跟铁都是扮演着一个 降血压的效果的一个元素 所以呢 食品中添加太多的碳水 化合物或者是糖 不但会造成铁的吸收减少 产生大量铁的消耗 以及更大量铁在尿 尿液中的一个直接排出 会造成一个铁的严重失衡现象 所以一般矿泉水 所含的钙跟铁 都有一定的比例 因为它钙跟铁 它本身扮演着一个 降血压的一个效果 它们是有 钙跟铁都是有 降血压的一个角色 好 那人体 大量流汗 也会造成铁的流失 另外呢 比如说 长期使用的避孕药 也会影响到铁的吸收不足 那另外像慢性的压力 慢性压力过高 会造成这个铁的失衡 造成抗压的能力 相对的就会降低 如果受到噪音的影响下 更明显的会产生所谓 容易造成压力 那长期性的这种压力 使得铁在细胞含量就会减少 铁的吸收不好的情况下 最后就会导致细胞内铁的缺乏 所以每天我们建议铁的建议量 约在300毫克左右 那美的含量跟功能 甲呢 对不起 甲的含量跟功能 那甲的含量呢 是就是甲 它的功能就是因为 它是位在细胞内 体液的主要颜类 甲离子是主要负责 调节肌肉活动和神经的功能 对于心脏肌肉组织和神经功能 都有重大的影响 血中的甲离子过高 会引起心脏传导跟收缩的异常 导致心率不整 甚至会有死亡的现象 那肾脏主要是排泄的机能 如果有障碍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排泄体内的甲离子 尤其像洗肾的患者 或者是肾脏排泄机能有障碍的 就没有办法排泄体内过多的甲离子 那当体内的甲离子出现不足的时候 血液呢 血液中的甲离子会太少 容易产生四肢无力 食欲不振 呕吐 全身倦带 腹脏 肌肉 抽筋 嗜碎 跟心率不整 这样的一个心脏疾病 那过多的甲会造成肌肉无力 过多的甲 使得身体呢 肌肉无力 会导致致命的危险的一种 叫做心率不整的一个现象 人体的甲离子多或少 或者是说细胞内外的分布的情形 对于肌肉的组织跟功能都有很大的影响 那钠跟甲都是体液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盐类 那食欲呢 它的替代品 比如说有甲盐 甲含量高的食物 像香蕉 番茄 橘子 红萝卜 青豆仁 钠跟甲都是体液中很重要的盐类 那钠呢 是位在体外 那甲是在细胞内 那两个呢 两个离子呢 就是会有互相的一个结抗情形 那人体 人体中的一个就是甲的多寡 跟细胞里 细胞里外的一个分布情形 跟钠跟甲含量呢 有很密切的相关性 那一般含甲高的水果呢 像蔬菜啊 水果啊 菜汤 以及肉汤里面含甲量都比较高 所以如果是属于现甲的一个饮食的时候 对于蔬菜以及水果菜汤以及肉汤 都要小心的使用 那另外要介绍含甲高的水果 像榴莲啊 四家啊 番茄 桃子奇异果 浓眼 以及香蕉 枣汁巴勒香瓜 樱桃杏子 以及核桃 咖啡巧克力 椰子 它们都是属于甲含量比较高的一个食物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例题 例题一 何谓巨量元素 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含量比较多的一些矿物质 我们称为巨量元素 那这些巨量元素 像钙 酶 酶 酶 那这些我们就称为巨量元素 因为它的含量比较高 那钙的功能有哪些呢 这是例题二 我们要介绍说 钙的功能有哪些 钙是主要我们身体里面骨骼的重要成分 骨骼跟牙齿都需要有钙的离子 那除此之外 我们身体的肌肉的收缩 神经的传导 血钙的浓度 以及血钙浓度的维持 等等都是所谓钙的一个重要功能 除此之外 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血液的凝集是需要钙的 因为在血液凝集的一个 血液凝集一个酵素呢 是需要钙来做一个活化的 那钙呢就参与了这个血液凝集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好 那例题三 就是当人体 钙质长期处在低钙的情况下 很容易造成哪些疾病 那最常见的就是骨质疏松症 就是比如说会有容易造成骨刺 骨质 骨质疏松 还有骨折 这些现象 那另外呢 钙 钙在低钙的情况下 也很容易造成肌肉的收缩 有问题会有抽筋 抽絮的现象 那还有低血钙的低血钙 会有造成有低血钙的情形 还有神经传递的问题 会有神经错乱的一个 就是没有办法完成神经的一种传递功能等等 这些都是人体钙质长期处于低钙情况下的一些问题 那甚至于还会造成所谓的高血压等等的一个现象 那例题是 就是食物中有哪些物质会抑制钙质的吸收 也就是说一般钙在吸收的时候 是需要像维生素C啊这等等的一个协助 但是呢有些物质呢像说有还有植栓草栓 植栓草栓都会抑制钙质的吸收 那像茶叶里面的一些植栓草栓还有磷栓等等 都是抑制钙质吸收的一个物质 所以我们呢通常在添加或者是补充钙质的时候 对于这些食物呢就要避免就是含有植栓草栓 以及磷栓盐等等这些会造成不容性的钙质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要避免使用这些物质或者是这些食物 好那在做本章的总结跟回顾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了解本章呢已经认识了解钙的含量跟功能 也就是我们认识了了解钙的含量跟功能 也认识了美的含量跟功能 在本章也说明清楚钙的含量跟功能 所以本章呢进行本章呢的一个介绍 您就可以认识以及了解钙的含量跟功能 这个就是我们本章做一个总结跟回顾的部分 我们本章做一个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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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本章做一个比较好